岳华回应购票行为,为解决王一博粉丝的诉求,矛盾升级。 近日,岳华家族举办的演唱会的售票机制引发了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购票行为, 特别是王一博的粉丝们向岳华娱乐发起喊话, 要求取消其他艺人粉丝的优先购票权等要求。 这一事件成为了热门的话题。 岳华娱乐对此事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抵制任何黄牛行为, 并呼吁粉丝们购票时要选择官方渠道,以防被骗。 同时,岳华娱乐也呼吁大家抵制高价倒卖门票的行为, 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他们提醒粉丝们要注意资金安全,通过正规渠道购票, 并共同加油支持演唱会的顺利进行。 岳华娱乐的声明并没有得到王一博粉丝的认同, 他们对岳华娱乐的回应感到愤怒。 粉丝认为岳华娱乐回避了王一博粉丝的诉求, 没有取消优先购买的特权,并且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这导致了粉丝与经纪公司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粉丝们希望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认真对待, 并期待岳华娱乐能够采取积极的行动解决问题。 王一博的粉丝提出的要求确实合理, 起初只是希望岳华娱乐取消优先购票特权。 然而, 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出以下三个最大的不公平问题, 这让许多王一博粉丝感到愤怒和伤心。 优先购票权问题, 王一博的粉丝要求取消优先购票权, 因为这种特权使得其他岳华艺人的粉丝可以在购票时享有优先权, 而王一博的粉丝却被排除在外。 这被认为是不公平对待, 让粉丝们感到被忽视和不被重视。 演唱会宣传问题, 在岳华家族演唱会的宣传中, 没有王一博的个人宣传海报或推广内容。 这让王一博的粉丝感到他们的傲像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而其他岳华艺人却受到更多的宣传和推广。 公平待遇问题, 王一博的粉丝认为, 岳华娱乐在对待不同艺人和粉丝群体时存在不公平待遇。 他们希望岳华娱乐能够公正对待每位艺人和他们的粉丝, 不偏袒或偏视某一方。 这些问题让王一博的粉丝感到失望和伤心, 他们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以确保公平和公正对待所有粉丝和艺人。 岳华娱乐家族演唱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王一博的存在而受到了广大粉丝的关注和支持。 很多人购票的初衷就是为了能够看到自己心目中的傲像王一博, 并且他们知道这是一场多为艺人参与的综合演唱会, 王一博的演出时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尽管王一博的演出时间有限, 但对于他的粉丝来说, 能够亲眼目睹他的舞台表演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和激动。 他们希望能够以绿海应援的形式, 给予王一博最热烈的支持和欢呼。 对于他们来说, 即使只有短短几分钟的舞台时间, 也是值得期待和珍惜的。 对于一些王一博粉丝来说, 乐华娱乐家族演唱会的售票机制和演出安排 并未充分考虑到他们的期望和需求, 导致了一些不满和矛盾的产生。 他们希望乐华娱乐能够更加重视王一博的粉丝群体, 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体验, 让他们感受到公平和公正。 乐华娱乐在家族演唱会中 确实借机推广旗下其他艺人, 并利用这次活动做宣传。 这种情况下, 一些王一博的粉丝感觉自己的偶像成了赚钱工具, 而非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公平, 甚至有些粉丝认为乐华娱乐利用了王一博的名气 和粉丝群体来提高演唱会的知名度和票房, 进而歌曲粉丝的利益。 演唱会的时间与王一博主演的电影 热烈的上映《荡漆壮漆》给粉丝们带来了选择上的困扰。 一部分粉丝希望能够全程支持王一博, 包括观看他的电影, 但由于演唱会与电影上映时间冲突, 可能需要做出选择。 这也增加了粉丝的纠结和矛盾, 使他们对乐华娱乐的做法产生了更多的不满情绪。 这些问题引发了王一博粉丝与乐华娱乐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双方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平等的对话和互相尊重, 才能够寻求解决方案, 化解矛盾, 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满意的结果。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电影的上映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它代表着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认可和回报。 在电影上映的预售期, 宣传工作尤为重要, 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吸引观众的关注和支持。 对于王一博而言, 他作为电影热烈的主演, 这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电影的宣传和推广上, 与团队共同努力,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并关注这部电影。 因此, 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 他们也认识到电影的重要性, 希望能够全力支持王一博的电影事业。 在这种情况下, 乐华娱乐家族演唱会的安排与电影的上映时间冲突, 给王一博的粉丝们带来了困扰和纠结。 他们希望能够全程支持王一博, 但同时也希望能够在演唱会中看到更多关于王一博的内容和表演。 这也是粉丝们提出取消优先购票权的要求的原因之一。 因此, 在协调粉丝与演唱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时, 理解和平衡王一博电影事业的重要性是很关键的。 粉丝们希望王一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和机会, 同时也希望他们的支持能够得到合理的回应。 从粉丝的角度来看, 他们提出的诉求并不复杂, 主要是要求月华娱乐取消优先购票权, 并给予王一博粉丝的诉求一个正面回应。 然而, 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原因之一是月华娱乐一直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回应, 装聋作哑对待粉丝的诉求。 当经纪公司对艺人的负面讯息置之不理时, 这些负面讯息可能会被放大和传播, 对艺人的形象和事业造成负面影响。 在社交媒体时代, 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很广, 经纪公司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并及时采取行动。 如果月华在演唱会的票物销售中存在提前卖出王一博粉丝通常会购买的票, 这可能会给人一种粉丝在无理取贸的印象。 这种情况下,粉丝们可能会感到被冷落和不公平对待, 因为他们本来是有意购买这些票的。 在处理这些问题时, 月华应该加强与王一博及其团队的沟通和合作, 共同制定出有效的宣传策略和应对方案。 此外,月华也可以考虑增加宣传力度和加强对王一博的支持, 确保他的作品和形象得到充分展示和推广。 粉丝们对于王一博的付出和成就非常了解, 他们希望月华能够认可和重视王一博的努力, 并给予他应有的支持和机会。 他们希望看到王一博能够得到公平的宣传、 资源和发展机会, 以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实力。 王一博作为一位艺人, 经历了九年的奋斗和成长, 让许多路人也产生了对他的共情。 他们看到了他在这九年中所经历的辛苦和付出, 以及他在月华娱乐的发展情况。 然而,他们感到遗憾的是, 王一博的公司月华却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支持和关怀, 甚至被认为有些冷漠和背叛。 公平性在娱乐产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艺人、经纪公司和粉丝能够建立公平和平等的关系时, 才能够实现良好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公平性的缺失可能导致粉丝的不满情绪, 也可能影响到艺人的发展和声誉。 公平对待是建立良性稳定发展的基础。 在娱乐产业中, 粉丝是艺人和经纪公司的重要支持者和消费者, 对粉丝的平等对待和尊重至关重要。 月华为能平等对待所有粉丝, 使得粉丝之间产生了不满和矛盾的情绪。 重要的是, 粉丝们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支持自己喜欢的艺人, 并且在享受艺人作品的同时, 也要注意平衡自己的需求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无论是观看演唱会还是电影, 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支持和欣赏自己喜爱的艺人的才华和努力。 每个粉丝都有自己对待偶像的方式和期望, 但重要的是, 无论选择参加演唱会还是支持电影, 都应该以理性和平和的态度对待。 在艺人与粉丝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和信任关系, 是共同发展的基石。 我们希望看到自己喜爱的艺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机会, 无论是在演唱会还是在其他活动中。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专业的支持和管理团队, 以展现出色的表演和创作实力。 同时, 我们也希望艺人能够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 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 对于艺人所属的经纪公司来说, 应该更加重视粉丝的声音和需求, 与粉丝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 公平、 公平的运营机制能够增加粉丝的信任和忠诚度, 进而促进艺人和公司的共同发展。 艺人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彼此的支持和理解是共同成长的关键。 希望未来能够建立更加公平、平等的环境, 让每一位粉丝都能够以积极的方式支持自己喜爱的艺人, 共同创造美好的音乐和艺术世界。 感谢观看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新闻, 请随时发表评论, 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祝你生活永远快乐, 平安。